男子为伙女神芳心在女神家门口种下万物花海 最后成功拐走别人家的未婚妻 今天先进入大家带来经典奇幻电影《大鱼》 爱德华是一位剑坛的老父亲 他喜欢将自己的故事添加醋一番 然后向朋友讲述那些荒诞的奇幻故事 但是儿子威尔却不理解父亲 觉得老父亲只是一个浮夸的牛逼大王 到底有多浮夸 我们不妨先看看故事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爱德华就注定不凡 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生出来的 爱德华骂是弹出来的 而且还完好无损的活了下来 七岁的时候 爱德华和小伙伴一起去镇上的女巫家探险 女巫有一只被遮住的魔童 里面记载了人们死亡的信息 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未来会如何死亡 然而爱德华却在魔童看到了一片空白 看来这是个连死神都不敢惹的男人 很快爱德华就到了长身体的年龄 他的身体开始以若眼可见的速度生长 为了防止身体分化 爱德华甚至在压缩床上度过了三年 三年之后 爱德华长成了一个魁梧的帅小伙 成了小镇上有名的体育人心 这天小镇上来了一名巨人 巨人四处倒去物资 告诉大家怨声载道 但是镇长又不想使用暴力 最后爱德华主动站了出来 提出由自己去和巨人谈判 爱德华来到巨人赞助的山洞 并开始忽悠巨人 他说巨人长这么大个子 就应该去到更大的地方 留在小镇上实在太惧残了 还决定同巨人一块去大城市闯荡 巨人觉得这小子说的有点道理 便决定和他一起去往大城市 临走前 街坊龙居还为两人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离开小镇的路有两条 一条大路 一条小路 据说小路上闹鬼 但是爱德华最爱的诗人 曾经从小路离开过 所以他让巨人从大路离开 自己却一头扎进了小路 经历一番艰难跋涉后 爱德华来到了美丽的幽灵镇 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亲密的诗人 还和小女孩珍妮成为好朋友 在幽灵镇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后 爱德华决定启程离开 他还要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珍妮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爱德华 还让他有机会 一定要回来看看 之后爱德华便离开幽灵镇 来到了大城市 他的第一站是马戏团 在那里 爱德华遇到了自己的女神 当他看到女神的那一秒 整个时间都停顿了 然而还没等他打上招呼 刚才停顿的时间突然加速 女神也迅速消失在他眼前 之后马戏团主说 他知道女神是谁 他可以告诉爱德华 但是嘛 爱德华得先给他当工人 就这样 爱德华在马戏团里 做了整整三年工人 从马戏团主那里 打听到了不少女神的喜好 这天晚上 爱德华决定去向马戏团主告别 远远的就发现 马戏团主正在防阵 爱德华打开房门 却发现一条大黑狼 从房里窜了出来 就在同事打算射杀黑狼时 爱德华却救下了他 第二天黑狼又变合了 马戏团主的样子 他放爱德华离开了马戏团 还将女神的住所告诉了他 爱德华来到女神家 直接向女神表了白 我对你一见钟情 此生非你不娶 然而下一脑就被女神打脸 女神亮了亮手中的戒指 表示自己已经名花有主 爱德华却不为所动 因为他深爱一个道理 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倒 之后爱德华就开始了 切而不舍的挖墙工程 为了赢得女神的欢心 他在女神家龙前摆上了 满满一大片女神最爱的水鲜花 这样女神十分受用 就在这时 女神的未婚夫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 你小子活腻歪了是吧 连我墙角都敢挖 说完就向爱德华一顿胖走 女神在一旁看着 有家暴倾向的未婚夫 当场给退了婚 爱德华暗自窃喜 这苦肉气一点不亏啊 很快女神就成了爱德华的妻子 然而幸福的日子还没过几天 爱德华就应征入伍 来到了越南战场 在越南她遇到了双生姐妹花 她提议姐妹花掩护她逃回米国 作为回报 她会将姐妹花介绍到好莱坞 成为大明星 就这样爱德华随着姐妹花的演艺团 来到了米国 女神见到丈夫归来 哭成了一个泪人 之后爱德华终于和女神 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她做起了旅游生意 而且越做越红火 这天爱德华去银行存钱 没想到却遇到诗人老朋友 诗人是过来抢劫的 但是她不知道经济危机之下 银行金库早已空空如也 爱德华建议诗人去华尔街挣大钱 还将自己的存款给了诗人 几年后 诗人真的发解了 成了大富翁 她改念爱德华的恩情 送给了她白色的大别墅 俩夫妻搬到大别墅 还有了小孩威尔 以上便是威尔从父亲那里 听来的故事 但是她一直都觉得 父亲是在讲鬼故事 这天她整理父亲物品时 发现了一张支票 她伸着支票上的地址 找到了珍妮家中 威尔以为 珍妮是父亲的情人 但是珍妮却说 她误解了父亲 接着又给威尔 讲起了父亲的故事 这天爱德华出名去跑生理 大路上却下起了大暴雨 爱德华连人带伞 被整个淹没 然而她却在水中 看到了一条美人鱼 美人鱼将父亲 再次带回了幽灵阵 此时的幽灵阵 已经因为经济危机 而变得耍败 为了拯救幽灵阵 父亲决定给幽灵阵投资 但是就在父亲 赎买地产的时候 这户人家的女主人 正是当年的珍妮 珍妮的处境十分糟糕 丈夫已经去世 只剩她一个人 留所在这所破房子里 父亲见珍妮不愿搬出去 于是便叫来巨人 将房子还原 还重新进行了装修 很快老房子便焕然一新 珍妮十分感谢爱华德 这段时间的照顾 忍不住想要吻她 不过爱华德深爱着 自己的妻子 委婉地拒绝了珍妮 珍妮为了报恩 同意将房子卖给了爱华德 这便是支票的由来 听完珍妮的讲述后 维尔渐渐开始理解父亲 他发现父亲的故事 其实一真一假 父亲来自小镇 最后在大城市安家立业 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父亲的每一段故事里 其实可能都包含了 很多的苦涩 但是天性豁达的父亲 却将每一段经历 都化为了美好的故事 他的人生也因此 而变得更加绚烂 影片最后 维尔看着冰榻前的父亲 和父亲一道 编写了最后一道故事 他带着父亲 从冰房里逃出来 来到了河边 在那里 所有故事中的人 都签了为父亲奉行 父亲和母亲 做了最后的道别 之后 变化作一条大鱼 向远方游去 这便是爱德华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心经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